作为一家经验丰富的老公司,欢瑞选人的眼光一向精准,旗下艺人除了演技出众,外形也十分耐看,不仅在迎评前各有特色,和网友合影中也相当出彩,女星,在和网友的合影中,赵英子也是一如既往的美艳,一如长安诺中的模样。 韩栋,锦衣之下里的颜世帆令人印象深刻,但生活中的韩栋却意外年轻又随和,和网友的合影中,他很自然地倾向对方,毫无架子,比起剧中老成的模样,合照中的韩栋显得更为年轻,皮肤更加紧致白皙,颇有年轻时的风采。 诚意,韩栋的老搭档诚意,如今已是欢瑞力捧的小生,无论演技还是人品,他都值得去用心对待,虽然剧中的诚意可,腹黑可傲娇,但生活中的他却是个呆萌小可爱,反观诚意,拘谨得像个宝宝,其实,诚意的一态一直相当不俗,和男网友合影起来,他便自如得多。 拍摄长安诺时期的诚意,合影中身量修长,五官清秀,一如剧中的模样,任佳伦,提及欢瑞合影,又岂能少得了任佳伦。 作为欢瑞的金字招牌,任佳伦为欢瑞贡献了不少热剧,在欢瑞的地位也很超然,2021年,任佳伦更化身为老模,六部齐发,其中周生如故,最是令人印象深刻。 周生如故中,任佳伦是年少成名,战功赫赫的小男陈王,演员们如此优秀可爱,也希望欢瑞切莫辜负他们,以最大的努力助他们腾飞。